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谋生准变成乐生 在职场上我们不能任性 常常要忍受上司的批评 同事的勾心斗角 客户的刁难 上班不上班不是自己说了算 因此还要担心失业的问题 常常是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 还不敢发牢骚 披星待月随喊随到 手机随时保持开机状态 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做的不少 这一切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还有社会的责任 不管你站在多高的位置 都不能耀武扬威 毕竟高处不胜寒啊 更有可能你的位置 有人盯着随时抢走 退休了就意味着离开职场 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你自己说了算 如果你要做成某件事 依靠的是自律 而不是上司的要求 单位的规矩 因此积极把位置腾出来 非必要不被原单位返聘 学会乐生 就是寻找快乐的生活方式 挖掘自己的爱好 把一轮月明放在心中 不再有半点的凄苦 乐观的心态 是人面对生活的快乐动力 我们不管生活质量 是否有所不同 都要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 让自己吃得下饭 睡得着觉 笑得出来 乐观是一种很强的能量 能让人积极地看待 生活中的一切 使用我们始终保持着 正面的情绪 并影响着我们的心情 并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更为有力的力量 使我们就算在 面对艰难时 也能在某一时刻 从心底里 发出快乐的感知 从而改变我们的生活 精神上松绑了 那么一切都自由了 上上下下沉沉浮浮浮 不过是过眼云烟 家长准变成家人 很多退休老人闲来无事 就管着儿女的婚姻和家庭 随时跟踪儿女的去向 担心他们的工作 儿女的家庭 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马就紧张起来了 要是儿女在外地就业 就得马上赶过去 看看情况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作为退休老人 在家庭里要改变角色 你不要去示好发令 而是接受儿女对你的安排 比方说 退休之后 要去哪一座城市定居 要不要带孙子 多听一听儿女的意见 生活中 应该如何赚钱 如何创业 都是儿女的事情 你的任务 就是悄悄编骨 其实 儿女没钱了 本可以通过 自己的努力去赚 但父母不忍心 看他们困难 便大方拿出 自己的养老钱 退休金 儿女上班 没时间带娃 老人便来到家中 洗衣 做饭 带孩子 不求钱 和物质上的回报 儿女找不到工作 在家啃老 父母出于不忍心 也会默许 本应该被晚辈孝敬的他们 此后还要为儿女和孙辈的各种事情操心 可他们并没有错 种种行为 无非是出自于爱 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做马牛 并不是说父母完全放手 任晚辈自生自灭的程度 而是希望父母做那个儿孙人生中的引导者 而不是接下所有烂摊子 帮儿孙解决他们自己人生路上的所有事情 老人为儿孙考虑并没错 但也要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 这是避免自己落得太惨的下场 并不算自私 作为儿女 若家中有一位倾尽所有帮助自己的老人 学会感恩时 自己也要学会面对和解决问题 而不是一直依靠他人 这是在帮助自己 一个大家庭看似人人平等 其实是需要一位家长的 大事小事总要有一个人拍板 聪明的人在退休那一天 就不会去管大家庭的大事了 即便儿女还没有找到好的工作 没有结婚 也不会过分操心 而是断了对儿女的经济方面的供养 逼着他们去闯荡 要懂得 儿女尽快适应家长的角色 有了谋生的方向 父母才能享受到更多的关照 为别人活 转变成为自己活 有一位演员说过 演过一百部戏 扮演了一百种角色 最难演的是自己 中年时为了一家人过得更好 他不得不低头 比你高的人 给你脸色看 还刁难你 也只能接受 不能反驳 毕竟 官大一击压死人 你不能任性妄为 要避免被穿小鞋 回头看 你经历了从贫穷走向富有 从农村走向城市 从小城市到大城市 从年轻到年老等过程 明知人心不足 舌吞象是祸害 但是你仍旧要有欲望 起码你要做一个有野心的人 硬着头皮去求人 深入到某个行业里 寻找一线升级 比方说 一个学厨艺的人 经常会多番尝试 发现厨艺这条路 在本地走不通 就改行 做司机 从事货运行业 行业的转变之中 吃过不少苦头 被同行的人 排挤了不知多少回 当你老了 不要为生活而奔波了 应该顺着来时的路 慢慢回归到无忧无虑的童年 年纪越大 越要做一个老顽童 而不是做一个老顽固 有句话说得好 幸福是暂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一个幸福的感觉都会消失 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幸福 老年人寻找幸福 其实是去凡存茧的过程 把内心的欲望掐断 习惯过简单的日子 自己的天性就会流落出来了 高棚满座 转变成知己二三 作家包立民写了这样一件事 宋代有一个隐士 叫莲芝如 住在山水之间 每天种花种菜 静心读书 虽然身处乡野 但是常有朋友来访 有一次 朋友罗先为来访 莲芝如站在门口迎接 说 老远就闻到了书香气 正如陋氏名里所言 私事陋氏 唯无德心 谈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丁 退休 看似一件简单的事情 其实是人生开始隐退 从单位退回家庭 从繁华退回到冷清 总有一些人 从城里退回了乡村 过上了公更的生活 没有了利益的瓜葛 就能知道 到底谁是真心的朋友 如果你还把过去的朋友 都当成朋友 说明你没有活明白 沉浸在利益之交之中 或许 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 都会认识到很多朋友 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的人相处越久 感情越深 成年人的世界中 最深的友谊 最好的朋友 并不是一直捆绑 而是在一个 有分寸的边界中 互相在意 互相牵连 在忙碌的生活中 彼此互相慰藉 在各自的生活中 披荆斩棘 却又互相笃定对方 有在挂念自己 真正的朋友 不必一直陪伴在身边 而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一直都在 当我有危难的时候 你能为我奔赴而来 时间和距离 并不是能解决 友谊关系的最终因素 知己相遇万里 不常联络 也会永远都在心里 能陪伴你走到最后的 不一定是那些 惊艳了时光的人 而是那些 温柔了岁月的人 人类最舒服的关系 就是不用互相讨好 真正为你在意的知己 并不会因为 时间变迁而疏远 也不会因为 地域分散而改变 有一种默契 是即便没有太多的联系 但依然关心在意 社交少了 生活就安逸了 喝醉酒的时候也少了 多陪陪爱人 一起做饭 一起感悟烟火气 你的日子才是幸福的 总结 诗人说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偶然直临走 谈笑无还期 人这一生 烦恼的事情很多 但是你要越过越简单 不管经历了什么 熬过了什么 有什么成绩 都不要去管了 开开心心 过日子 就是最好的安排 一经理说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顺着春风而变 枯木逢春 顺着秋风而变 硕果累累 愿你我 善待余生 做一个善变的人 与朋友们 共勉 网络上有这么一句话 人生又能有 多少个十年呢 普通人的人生 最多也就十个十年 在这短暂的 百年人生当中 我们将遇到 无数的疾胸俘获 经历过无数指数的 酸甜苦辣 这都是人的经历 在你看来 人生的哪一段时间 最为幸福 而哪一段时间 最为痛苦呢 从整体的情况来说 人生最幸福的时间 莫过于三十岁之前 由于我们足够年轻 有一定的经历 有充足的心气 而且受到父母的庇佑 哪怕前路再迷茫 也能闯出一条路来 而人生最痛苦的时间 莫过于四十岁之后 人到四十 劫难丛生 直到老去的那一刻 我们都一直在受苦 而且没有退却的余地 特别不幸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人到中年不得已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人一旦过了四十五岁 身体机能将逐渐衰退 身体情况将越来越差 哪怕是个人的经历 也都跟不上了 人其实特别脆弱 只要身体出现了问题 那后续的一连串事件 就会出现 所谓祸不单连 就是这个道理 一般来说 人到中年之后 危机就会频频出现 我们称这些危机为 中年危机 尤其在这个时代 中年危机会更加严重 因为社会节奏在加快 社会压力在增大 那中年危机的情况 就会越来越严峻 有人曾感慨 中年期的风险 就像在滚雪球 只会越滚越大 而不会越滚越小 当强大到一定的程度时 一切的不幸就都会出现 人到中年 我们也会感受到 极大的中年风险 然后才慢慢地明白 什么是人生的不易 人生仿佛就是一个 历经劫难的过程 就像西游记中 九九八十一难一般 唯有一路斩腰除魔 方能勿得大道 今天 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面对四十五到五十五岁的 中年危机 你一定要做好三大准备 养老的无奈 在你看来 如今养老的情况 严不严峻呢 很遗憾地说 如今养老的矛盾 特别突出 随着老去的人口越来越多 出生的人口越来越少 那我们就会迅速进入到 老龄化的社会当中 而每个人都要承受 养老的巨大压力 年轻人还好 至少面临的养老风险不大 可是这个时代的中年人 就特别不幸了 因为他们要面临 极大的养老压力 由于人口平均寿命越来越长 那中年人 所要养活的老人 就越来越多 也许一对中年夫妻 要养活四到六个老年人 这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运气好一点 只需要养活 二到四个老年人 压力会小一点 可是养活父母 不仅需要出钱 还需要出力 这对于中年人来说 简直就是巨大的考验 试想 照顾一个老年人 还能绰绰有余 可照顾三个呢 四个呢 或者更多呢 如此说来 非大富大贵的家庭 终究会被养老问题拖垮 提前退休的无奈 当你到了四十五岁之后 你还希望继续工作吗 在物质至上的年代 每个人都需要工作到老 一辈子仿佛只为了钱财而活一般 可是在未来 哪怕你想赚钱 你都难以赚到 为什么呢 因为职场已经不需要中年人了 中年人已然成为了职场的抛弃品 相信我们都听说过 中年职场定律 不管你能力怎样 业绩多好 资历多深 只要你没有爬到高位 那你就只能被淘汰 普通人想要赚钱 但环境又不让他赚钱 那他又能怎么办呢 更何况 生活的花销越来越大 中年人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们不就走投无路了吗 没办法 社会的精英太多了 年轻人也需要工作 那只能淘汰大部分的中年人 不过 他们未来该何去何从 就只能看自己了 他人爱莫能助 生活并不是仁慈 而是特别的残酷 身心将出现极大的问题 如今网络上出现了这么一种说法 有很多中年人都倒在了50岁之前 再也没有机会去触碰更好的未来了 不是说平均寿命提高了吗 怎么中年人还会有健康的危机呢 就像一个人活了90岁 一个人活了50岁 一平均就是70岁 这说明不了什么 现代的中年人正因为面临高额的生活花销 所以他们才会肆无忌惮地拼命赚钱 到最后 他们用命换来的钱财 但也减损了寿命 另外 随着生活压力的逐渐增大 中年人的心理健康也会出现问题 为何如今中年人患抑郁症的情况 越来越多呢 就是因为生活压力已然去到了一个极点 上要养老下要养小 中间还有背负债款 这所谓的人生让他们失去了希望 一切也就出了问题 背负债款毫无余钱 中年人有个最尴尬的地方 那就是一直拼命赚钱 一直没有余钱 仿佛跟没有工作过一般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算一笔账就明白了 孩子要上学或者结婚生子 儿女要割你的韭菜 房子要还贷款 开发商要割你的韭菜 物价在悄悄地上涨 商人要割你的韭菜 公司不给你加薪 老板要割你的韭菜 父母需要养老 父母要割你的韭菜 那么多人都想割你的韭菜 那你真的有那么多韭菜 让别人割吗 如果是中产阶层 那还能割一段时间 可如果是中下层 基本就割光了 连后代也没有了 背负贷款是人生最大的无奈 等我们老去的那一天 才会猛然明白 自己来到这个世上 就是来受苦的 奋斗一生 貌似一无所得 这就是劫难 仅此而已 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 物质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各种各样的问题 越来越多 慢慢的 无数的危机 都会不期而至 什么中年危机 晚年危机 都让人狼狈不堪 而且 这些危机出现的时间 还逐渐提前了 这就说明了一点 未来的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2020年之前 我们基本对晚年危机都不会有太多的感觉 而在2020年之后 一切都变了 每个人都活得忧愁起来 这既跟大环境有关 也跟家庭的矛盾有关 网络上有这么一句话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的肩上 就是一座山 如山的压力 能压垮无数的普通人 就拿钱财来说 如今有多少人 背负着贷款 为父母养老 为孩子忙前忙后 花费数不胜数 可收入呢 反正慢慢的降了下来 就拿一些小公司的打工人来说 运气好一点的 将心处理 运气差一点的 直接就被猜源 运气再差一点 公司就破产了 可以说晚年危机 在不断地提前 因此对于提前的晚年危机 我们要有三个准备 应对危机要做好准备 准备一 近几年要过低欲望的生活 尽量不要冒险 越是在环境不大好的时候 我们越要有稳中求进的想法 在冒险中过生活 很容易连仅存的家产都输得一干二净 要知道 有钱人家输得起 因为他们的钱太多 而普通人家输不起 因为他们的资本本就不多 一旦危机降临 那才是他们痛苦的开始 准备二 不要背负贷款 不要逼得自己没有转弯的余地 上一年有一位朋友 为了儿子能够顺利结婚 就卖了老家的房子 直接在城市给孩子交了首付 可是孩子几千元的工资 又如何还得起 每个月上万元的房贷呢 而且在今年的三月份 朋友患病住院了 孩子被公司裁员了 全家陷入到了死局当中 如今他们连房贷都还不起 又何谈给得起医药费呢 事实证明 晚年最大的危机 提前到了五十岁 做好心理准备 准备三 养生存钱 静待花开 越是在寒冬的时候 越要懂得隐忍 该养生的时候养生 该存钱的时候存钱 就像司马仪一样 采取乌龟战术 笑到最后 人只要有希望 就一定有迎来 春暖花开的那一天 在此期间 别折腾 保存精力 仅此而已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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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